浪衫,一個看似簡單,但暫時未能被現代科技所取代的步驟 因此,現代大東在安全性、穩固程度方面對浪衫架進行改 由九色三支香的取締,到現在的鐵質浪衫架 大大地減少了在浪衫的時候遇到的困難 然而除此之外,浪衫的過程也未稱得上是一帆風順 這就是因為天氣,龐塘大雨不單令衣服失透,更容易滋生煤菌,帶來異味 對改變天氣我們可能無計可施,但在浪衫架設計上進行改良是可行的 現有的智能防衣身縮衣架,價格大多數高額 常用的窗圓或室內衣架有受天氣、空間、靈活性的種種限制 但創新來自我們所生活的環境 自然界中,CTO在未下雨之前,就已經會穿手修補窩茶 預測天氣並提前修衫的浪衫架可行性不高 但肩與沼沫亦都未上不下 這個就是我們作品的創作靈感 我們的作品,下雨時會自動收回衣服的浪衫架,由以下主要部件組織 可收縮掛衣架,隱形浪衫繩,線輪,發動機,以及雨滴全感器無塊 彈力浪衫繩上有固定衣架的孔洞 藉了這些孔洞,我們將另一條繩連接在浪衫上 令發動機可以更輕易地拉動浪衫繩,降低耗能 當全感器感應到雨水時,發動機就會轉動線輪 將浪衫繩收回有遮擋物的範圍,避免雨水淋濕些衫 而在放程的時候,浪衫架就會自動將浪衫繩放回原位 由於孔規固定了衫架的位置,陽光繼續浪桿衫的時候 可以保證衣物間有足夠的間隔 我們的裝置並非由複雜的部件組成,因此有效降低其生產成本 亦令我們可以將精力聚焦在改進其使用繩 浪衫繩的材質,發動機的轉速,零件的組裝方式等等 都是經由多次測試後所得出的最佳解決方案 務求令我們的產品不會流於展示、虛有其表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易於使用 在我們眼中,科技的進步並不是一定要體願於 經為天人的發明或顛覆影子的創新 它都可以融入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少到像浪衫那樣的家常變化 都可以彰顯出科技對人類、社會甚至世界 所帶來的改變、減輕煩惱、增強效率 最重要的是科技令人類擁有對美好生活的期盼 和帶來了將這種盼望變成真實的可能 多謝大家 請到我再請看 多謝大家 先回答 請到我 有請到某一件 протfon